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290几 张先生啊 您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吗 这时候 白面男子和张凡烙起了家常来 哼 就我自己 张凡咬了一口牛肉干回答 白面男子听了 眉头一跳 父母呢 都病死了 张凡直接不给对方继续往下面问的机会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没什么 对了 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 我父母双全 有一个贤惠的老婆 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白面男子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温馨的笑容 张凡点头 从对方的面相来看 白面男子说的倒是实实 哎呀 真是羡慕你啊 白面男子干笑了一声 安慰道 你还年轻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婆和孩子能有 但父母呢 张凡看了一眼 白面男子 白面男子一正 拍了拍张凡的肩膀 没有说话 因为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对了 我刚才听你们说 那个老妇人属于什么雷霆宗 那你们是什么事理啊 听到张凡的话 白面男子眉毛一簇 下意识 把目光投向了八字胡 不愿意说就不用说 我就是好奇 闲聊天嘛 我们两个不属于什么派系 我们两个是自成一派的 张凡听了看了他一眼 很显然 白面男子说的并非是事实 他不过是在搪塞张凡罢了 为了被引起两人怀疑 张凡也没有再继续问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随后 白面男子向张凡主动提起了 他的儿子 说他儿子多么的聪慧 多么的招人喜欢 那脸上啊 竟是自豪 这么闲聊着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小时 眨眼就过了 八字胡男子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吟 弥散在周身的真气 也是瞬间收敛 缩回到了身体之内 感受到这个状况 张凡和白面男子 均是回头看了一眼八字胡 八字胡 则冲两人笑了笑 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咱们可以出发了 张凡也感知到 八字胡男子体内真气 的确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随后三个人没有迟疑 站起身来 继续朝木道伸出走 前进过程里 八字胡男子忽然说道 张先生啊 您和姚村长关系这么好 他就没跟你说说 关于这墓葬的别的情况吗 不错 八字胡男子正在实现他的第二个目的 他想 张凡那里或许有一些 他们还并没有掌握的消息 张凡看了一眼八字胡 微微摇头说 我才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了 毕竟我也要进墓葬嘛 你们对我如此的推心致富 我如果对你们有所隐瞒 那我这个人的人品 那也太差了 听到这话 八字胡看了一眼身侧的张凡 他想回头 看一眼跟在两人后面的白名男子 但是 当他比过头绪以后 却见脚步一顿 紧跟着 他口中发出了一声惊议 人呢 张凡紧跟着也回头 他赫然发现 原本紧紧跟在两人后面的白名男子 忽然不见了 见到这样的情况 张凡瞳孔萎缩 与此同时 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念头 难不成 白名男子已经死了吗 刚才张凡可是 从白名男子的脸上 看出白名男子 是有灭顶之灾的 他的死亡 倒也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兄弟 你在哪啊 八字虎转身 私下观望大声地喊着 但却根本没有回应 见到这样的情况 八字虎男子面露交集 虽然 他平时对于白名男子十分的严厉 但是 却是真正地 把白名男子当成了兄弟 并没有说 把白名男子 当成一个替死鬼 或是工具 这也是白名男子 十分尊敬 八字虎的原因了 八字虎又把目光投向张凡说 张先生 咱们两个刚才并排在前面走 他在咱们后面 你有没有听到 咱们后面有什么动静 张凡仔细思考着 他们刚才往前面前进的过程 然后 冲八字虎说道 我还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你实力那么强 你也没有感受到吗 八字虎男子看了一眼张凡 扶着千额 仔细地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思索了五分钟 他满脸遗憾地摇摇头 咱们往回走吧 去找找我那个兄弟 张凡点头 他理解八字虎的心情 随后 两人不再前进了 而是 向着洞口外面的方向走 在往回走的过程里 八字虎男子 不断地喊着白名男子的名字 用十二十分钟 两人到了洞口 但是 却仍旧没有找到白名男子 而且 两人也没有找到 任何有关于白名男子的线索 如果白名男子真的被杀了 他们回来的路上 理应会出现一些痕迹 但是 却是什么都没有 这让两人心底充满了疑惑 八字虎 也是显得越发地焦躁起来 他能去哪儿啊 八字虎紧紧皱着眉头 满脸都是焦急 文言 张凡抬头望向了八字虎 当张凡目光落在八字虎的印堂时 他的心头微微一震 目光一凝 他看到 此刻 八字虎男子印堂位置的情况 和刚才白名男子的印堂 一模一样 同样是凝聚了大量黑气 这黑气流动速度 也是非常的缓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